随着美国新总统上位之后 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相应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 区别于上一届总统 这位78岁高龄的总统 却拿出了卑鄙寻常的强势手段 除了在叙利亚和乌克兰两处给俄罗斯制造的军事难题外 甚至联合欧盟和北约 一同对俄罗斯发动了经济等领域的制裁 这让俄罗斯瞬间陷入了极大的困局 但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 丝毫没有示弱的表现 反而通过出售军武 联合军演 建造 高型武器等方式予以回应 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 确实没有惧怕任何战争的道理 甚至从继承苏联遗产之后 俄罗斯还在将核武无限扩大和提升 尤其在核潜艇领域 俄罗斯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 但就先进程度而言 要比美国强不少 在前段时间 为了加大自己对外的筹码 俄罗斯启动了最后两艘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的建造计划 据报道 俄罗斯已经开工建造的这两艘核潜艇 分别是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和波江金大工号 据悉 两艘核潜艇均采用最新的潜艇无线电电子设备 以及销声降噪技术 性能相比 弗拉基米尔大工号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或将是俄罗斯最强的战略核潜 这一则消息让美国感到非常头痛 可以说 美国的航母舰队不怕任何国家的航母战斗群 但俄罗斯的战略核潜 确实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虽然美国没有表示出其惧怕的言论 但却拉动欧盟 北约 日韩对俄罗斯一同施行了半导体材料制裁政策 这一招可谓直击俄罗斯要害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虽然军工实力了得 但多年来 剑走偏锋 在一些领域完全依靠进口 俄罗斯民用芯片的进口率达到90%之多 可以说 没有了日英等国的芯片 声纳系统 主被动水声系统 作战控制系统 电子设备 全数字化设备 基本都无法交付出成品 换句话说 没有了先进芯片 俄罗斯建造再多的核潜都没有意义 因为其失去了先进现代化的作用 本来想通过先进核潜艇多多少少给美国制造些压力 至少让美国无法拔剑 但事实证明 美国一个举动立刻抽走了俄罗斯的灵魂 实在太难了 仅针对俄罗斯而言 美国确实拥有很大的筹码和致命制裁方式 接下来就要看俄罗斯如何打造属于自己的盟友团队了 毕竟世界这么大 美国不可能一览无余 MING